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个六都的市长之一 这个韩国瑜被高票的罢免 那是没过关是一个议议 那是57万票是一个议议 但是今天今年有接近94万票 国庸人有四十二八岁的人出来投票 到底他是五岁五岁万 所以你落后天的情形之下 大家还踊跃的出来投票 那这个投票的议议 我们今天要来解读 韩国瑜出来说话 怪党怪典就是无怪自己 那么他的未来会这个采取什么行动 他去打官司打一场这个罢免无效之处 他的参主席 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 他说那个话 那这样江启臣有前途吗 对于整个接下来 政治的这一个走向牵动 今天我们都要来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王委员 洪一大哥大家好 好 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 范世平范老师 洪一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 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赵天林 赵委员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那赵委员呢 现在也是这个高雄 民进党的这个当部的主委 他这一次 我看也是这个协助很多 那另外的邀请到的是 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向高雄市民致敬 好 那么这个等一下 马上加入的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 叶元智 那么给大家报告 这个两年前的这个高雄市長的选记 陈其迈是拿到七十四万多票 那么韩国瑜拿到八十九万多票 到小英选总统的时候 小英拿到一百零九万七千票 那么韩国瑜拿到六十一万票 这是今年的一月 那么现在罢免罢免其实是很困难的 想不到竟然积出了九十三万九千零九十票 是百分之九十六点八九 不同一票只有两万五千多票 那么今天整个罢韩的过关的情况 来我们来看VCR 超过罢韩门槛五十七万四千九百九十六票的瞬间 罢韩团体总部全场沸腾 最终票数九十三万九千零九十票 超越韩国瑜当选市长时的 八十九万两千五百四十五票 我骄傲 我高雄 我骄傲 你快回去引领了 你快回去引领了 你不是说要当摇摇兵吗 你可以卖你的摇摇兵了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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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感动 许多民众喜极而泣 抱在一起 历经将近一年的提议 联署成案三阶段 台湾第一件直辖市长罢免案通过 罢韩寺君子也特地在晚间六点零六分 举行国际记者会 我们高雄人一起赢了 谢谢大家 我们赢了 谢谢 八个小时投票期间 最后两小时 高雄下起暴雨 投票人潮减少 一度让支持罢韩的阵营焦虑 几乎亲一色都是同意罢免 一方面 韩国人日前对支持者喊话 别去投票 另一方面 这回投票率确实飙高 依照中选会统计 敲偷区甚至冲破五成 子官大赦超过四成七 其惊骇人物 投票率最高的前五名 而整个高雄市投票率也超过四成二 以往的单一罢免案 前立委蔡政员罢免案 投票率只有两成 在今天这场选举当中 我们再次向这些政治人物证明了 权力是人民赋予给你的 人民随时都可以把它收回来 一年半前 韩国人把绿地变蓝贴 拿下市长大位 如今超过四成高雄市民站出来 坚定罢免 民意如流水 也创下台湾史上罢免案 最高票数 三小的李廷章会起来到 好 那么这个韩市长 他在知道这个罢免会成功之后 他出来讲话 他主要是功能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九十四万哪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百三十万没出来 给他倒 同时今天也有一百三十万朋友 没有出来投票 感谢他们对我团队的支持 感谢他们认同这场选举 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场不公不义的选举 我真的觉得 这种不要小看韩国瑜 他这个盖牌真的是 一用多图 一方面他这个盖牌 大家我们韩粉都不去投 那去投的人就是韩粉 小心去投的人就是 韩黑 韩黑 那就要做记录 你公务人员 你谁敢去 你过去试试看 这是一个功能 对不起 我感觉你似乎喝不住 然后呢 他说这是民进党第二变 这场所有的心思 隆中集中力 以罢韩国家队 整个中央政府的力量 跟国务部会 买到九十八的命迪 买到百分之一百的网军 攻打韩国瑜 我就是没看到他 有欢迎自己 有监督自己 来我们再来看福西亚 首先感谢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四号 支持韩国瑜的八十九万两千五百位 我们市民朋友 让我有一个机会 来过为我们高雄市的市政 来打拼 来服务 来努力 第二个感谢 感谢我 这一群最棒最棒的 我们市政府的团队 我们三位副市长 几位局处长 有的离乡背井 有的抛弃别指 有的放弃高薪 我以这些我们执政的团队 感到光荣与骄傲 同时今天我们高雄市 有一百三十万的市民朋友 被没有出来投票 感谢他们对我们团队的支持 也感谢他们能够认同这一场选举 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甚至有的认为 这是一场不公不义的选举 但是非常遗憾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以来 所有的心思几乎全部集中在 霸函国家队 集中所有中央政府的力量 跨越各部会 摆通了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体 几乎百分百的网军 全力攻打韩国瑜一个人 抹黑造谣不断 罢韩国家队 如果有这种心思跟体力 为什么不好好用在建设国家 造福民众的身上 第二遗憾 我们执政团队 所有的成员 努力以攻 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的执行 政策的推动 我们很骄傲 都是全国最优的 但是我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团队不停地被抹黑 扭曲 造谣 终伤 甚至完全脱离事实 毫无根据的批判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就是好多我记得要推动的工作 我们团队要全力来推动 曾如我刚才所报告的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高雄市的未来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我们觉得又很遗憾 就是这些工作 在我们这个团队 没有办法继续执行 同时要谢谢 所有新闻界的好朋友 将近两年来 台湾政治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韩国瑜身上所发生的 整整的两年 无穷无尽的抹黑 无穷无尽的造谣 无穷无尽的小放大 无穷无尽的扭曲 让新闻界的朋友 也非常的辛苦 我想在这里要谢谢 我们高雄市所有的新闻界朋友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高雄市 以及高雄市280万善良的民众 让我们高雄市 能够让全台湾 全世界一样持续的耀眼 愿天佑高雄 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赵天佑委员 以大胆的估计 会有六十五万票 其实我今天也是这样想的 六十五万不简单 六十五万过关了 开出来说九十四万 我比他大胆 我說至少都应该有六十八万 我先请教一下 赵委员 开这个票出来 你有意外吗 我坦白说 不是意外而已 我们用中文 国语来说叫做震慑 这个被真的被 但我怕到 那种公民的浪潮 那个真的 怎么说 虽然九十三万票 其实到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号 我们这八个动算的 民進党里面加上的票 也是九十三万 但是那不一樣 我们的基本盤 没这么大 所以是中间选民在决定 现在台湾政治的走向 所以二零一八年 他们冠定要換董 換人做看看 他们现在就是要 让这些账网 来看我的政客的一个教训 所以拿这么高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是震慑 其实除了 没有 现在六十五万 我只是意外 因为我陈方的方文 我没说到预测票数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 也冒出这个六十五万 你没说吗 我没说 我是 其实我说的是 因为你知道我看那个保证 看着赵天宁估计会有六十五万票 大胆的预测 我感觉不放心 其实我的预测是七十万 真的 因为我昨天在友台的节目 那个主持人 他比较有趣 他就是说我们 我们以来盖牌 叫我们一个人下 下以后他今天要公布 我是下七十 我七十我已经感觉 但我手会轟 我就说七十七十就要三十 趴 有这个机会 因为罢免嘛 你想说 台湾那一年 二零一八年 那是市長 議員 理長 那是几十百的好算 你算的富士动员 藍的动员 绿的动员 无党籍 大家动员 这样的投票率 才七十三趴 你在这个情形集合 百变一个而已 而且是单一一个城市 而且还被执政者用各种恐吓 会让你怕 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到三十 趴就很高了 所以我就删七十万 所以今天看票箱一直衝 而且拜他盖牌所赐 因为盖牌了以后 去的都是投要罢罕 所以以前驱公所都会定期回报 那个他的那个投票率 因为投票率不会影响 秘密投票问题 因为你头上你不知道 但现在你头上你知道 因为被盖牌了以后 投票率就等于是罢罕率了 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就超过二十五了 我们那时候都怕到 那结果下午还下大雷雨 我想说可能也差不多三十 还有大雷雨 头上好像红胎 结果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衝到最后四十二 四十二点一四 四十二点一四 你看这个度 我们讲三三 就是那个是韩国瑜 起床的三三 钢山区他那个时候拿了三万两千四百一十票 二零一八 二零一八 我这边用钢笔写的 三万两千零八十四 就是赞成罢免的票 你当时都投回去 就是你所有在钢山区当时投的票数 现在就跟你同一罢免的差不多 那我们看到齐山区 他当时拿的是一万两千三百七十九 结果罢免的同一票是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九 差不多一千票 凤山也是十一万八千四百六十六 结果我最后同一半 每次十一万七千多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当时拿下三三引起旋风 你是在三三全面的崩溃 而且我要跟洪一兄 那个报告就是说 我最感动就是高雄人 尤其是钢笔的高雄人 我们跟丁允兄 大家在讨论说钢笔人有时候较高雄 而且我们的试团 钢笔也没有多少人 所以我们就是怕说这个投票率会低 所以当时都都跨都会去 结果这次前十名 除了延臣跟齐靖以外 全部都向下地方 我会觉得高雄人的民主素养 这很厉害 你越把他勒 越把他挖 他就越攀爛就對了 桥头事件 就是我们民主胜利 高雄其中一个事件 于登发老先生的那种被迫害的时候 那整个的桥头事件 拿到三十八户上官 四十五星 五星 五星一 我感觉高雄叫做民主胜利 真的要比双個 两个赞 所以我们这样的年轻重政者 我今天才会在脸书写 我说这个东西不是什么 藍的绿的胜利庭 反而能胜利 是高雄人 因为选票建立一种标准 这个嫁妥就是说 我们透过第一次直较社署民案 告诉所有的政治家们 以后你要做選计的决定 請你心头抓住 珍惜这样的人给你的选票 你所做的付出 所以我觉得选票会说话 高雄人了不起 我记得我在节目上 都这个有邀请来宾说 你觉得会过关吗 大部分 如果国民党的都不贏手 觉得说一半一半 不然也不是说不会过关 我记得袁智兄也说 差不多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就差不多五十七万票左右 开出来是九十四万票 你有沒有吓一跳 有吓一跳 我觉得 吓一大跳吗 吓一大跳 吓一大跳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 应该差不多是六七十万票 那不仅是超过六七十万票 甚至还超过韩国瑜二零一八年的得票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那这个我觉得就代表说 不会啦 怎么会警讯 韩国瑜说还有一百三十万票 没出来投 我觉得因为他今天被罢掉 他应该会也是有一点点情绪 那吃一百三十万票的豆腐 叫做情绪 我就应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他的内心里面 他真的认为说 他市政是很努力在推动 我们可以看他昨天晚上 最后的时候还PO了一个影片 那那个影片是诉求一个柔性 就是希望说你看不是只有我而已 包括我三个副市长 包括这些局长都是非常认真 日以继夜在为市政所打拼 那你看他刚刚出来讲那番话 也都是讲到市政 说好几项都是全国第一 所以他内心真的认为 他非常用心在市政 所以今天我这么努力在市政 结果你们要我离开市政府 我当然会有一点不甘心 所以他讲的话 多说带有一点情绪在里面 但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出来把他罢掉 其实跟他市政做好或不好 没有直接的关系 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他刚当选之后 没多久就跑去选总统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高雄市本来就是绿大于蓝 那为什么他可以赢呢 当然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是给他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能够来改变高雄 结果我们给你那么多的期望 没有想到你很快去选总统 那我觉得被背叛 所以我要罢免 这个是关键原因 可是可能就是这几个月 这个情绪没有把它处理好 他们一直重点都一直放在市政的宣传 没有处理好这个情绪 所以没有办法米平大家出来罢免 那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韩国瑜的心境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 他一心认为说 他还是为了高雄 虽然他去选总统 他还是为了高雄 他一直说他落跑 为了更高权力 可是他不是这么认为 他是觉得说因为被卡了 高雄市资源很少 所以想要去当总统之后 把更多的资源弄到高雄 他内心是这样 我知道大家可能不认同 但是他内心 你在讲他的内心 他内心真的是这样觉得 甚至于说人家最喜欢比喻 他如果要这个内心 他后面会中逗 他没有再起来的机会 这种民意他还这样解读 对 现在只是说民意的结果 是可能大家比较不认同 他的这种说法 所以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出来 那的确我觉得是很大的警讯 那整百都会你知道吗 那收到整个内心都要倒下来 而且我觉得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蓝营的票 因为你看 很多 你看蔡英文总统在选总统 那个投票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才一百零九万票 今天九十三万出来罢免韩国瑜 那韩国瑜自己得票才八十九万票 那你成熙办才七十四万票 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 应该也有去年我们总统选举 内部有一些对他出来选总统不满的人 利用这个机会出来把他罢免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可以探讨事情很多 还包括就是很多年轻人坐在投票 那我觉得国民党在技术上面 也有一些问题 不只是说那个他情绪 就罢免他情绪没有处理好 技术上也有问题 比如说在最后阶段 去骂那些教大学生 那年轻人这一次 你可以看到昨天 高铁超多人的 骂完教大的 结果台大的出来骂 然后师大出来骂 然后政大出来骂 年轻人忽然觉得说 罢免韩国瑜是一个风潮 我要参与这个胜战 所以投票率才会这么高 那一连串的一些失误 忽冷忽热 很多问题可以探讨 那你觉得今天韩国瑜 有一点点检讨自己的心吗 我是这样觉得 我只看到三个 我就不感觉 我是觉得多多少少 因为他很想帮高雄做事 他应该觉得不甘愿 那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检绕自己 我觉得也是有 因为他之前也有道歉 但是他更觉得说 我的市政应该会被大家所认同 可是可惜他认为没有 所以他当然就他会有点不甘心 是 王委员你看 我今天早上睡不着 你有怕到吗 整个票 我是很兴奋 我兴奋一个原因就是 以后在台湾当民意代表 包含我自己 你没合理这堂贵 民众可以给你权利 也可以把你收回来 有启示 对 这个不是给韩国瑜而已 就是说 做一个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好像很大的官 当高雄市长 国会议员 民众可以让你成功 也可以让你失败 高雄市民这一次最了不起 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说 我可以让你 我也等你收回来 我们一般认为很难 罢免票很难 投到这么高的票数 我才没说 我本来估六十八万票 能够投到这样 我就觉得已经是了不起 伟大的城市了 我看到一直往上飙 我跟时起有在同一个群组 我说我坚持六十八万票 不可能更高了 他还问我说 为什么要死在那边坚持那里 我是不是相当准 我说八十到八十九 他今天是诸葛亮 你估八十到八十九 我估九十四 对 我是估八十九 你们都数了 没有 因为我是看到 所以我就说 我看到那个数字一直往上跑的时候 我跟他找一个朋友 因为我的选区 过二人溪就是高雄的 我就跑去湖内 跑去看人家投票 我又没有下车 怕人家 因为我没有投票票去看 就看人家排队什么的 然后我们胎人真的没下雨 没什么下雨 高雄 好奇怪 一下蓝的 一下黑的 一下蓝的 黑的 你就看那颗轮油在热 正常说的 我们温度三十多度 那热让人会想想 会黏黏的 然后看到那些 俯老稀幼 这一次 其实原之不是年轻人 我说韩国瑜 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把所有年纪的人都得罪了 那个不是老的 也不是年轻的 也不是小的 就大家都出来投 所以第一个 高雄市民这一次 这个光荣的城市 曾经用美丽岛的牺牲 推动了民主 这一次用罢免成功 来告诉我们台湾人 所有的公职人员 民意是可以把你权力收回来的 那另外 面对民意的时候 台湾这种 民进党在二零一八年大败过 那大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县市长 几乎都交回去给国民党了 那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选输之后 民进党有没有去检讨 如果当时的检讨都是百姓 对不起我们 我们的团队很优秀 你们都是民粹 那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后面的蔡英文也走不下去 今天二零二零的罢免结束 我看到比较难过的是 她说什么政绩不敌民粹 政绩不敌民粹 或者是团队优秀等等 让我稍稍稍来一下 刚刚看到有发生一个新闻 有一个媒体的独家是说 那个许坤源今天晚上从高楼住处 坠楼身亡 要查证 高雄市议会的议长 对 因为现在这是媒体的独家 然后不知道 哪一台 苹果日报的报道 所以可能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 查证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是要查证 因为她行动并不方便 所以她是一整半是中风的状态 是不是能到高楼跳起来 我们希望她没事 我们就算不同党派的希望 这给她查一下 我跟她说我玩 就是说 对不起那是刚刚的消息 刚刚 两分钟前 两分钟前 对 高雄市议会的议长 苹果日报报导 刚刚从在高雄的大楼 跳下来 这个最楼 不敢说她跳下来 她最楼 但是身亡是不是 这 几楼知道吗 都没讲 不知道 没有 这消息要查证 要查证 他这一次他的选区 仁金 林阿寮 新兴区都很不好 这一次 因为那也是我的选区 那是你的选区 也是抠 文教区 而且是算许議长 而重点下指示 因为许議长也有 最后发生力挺 然后下指示 说他所有的里长 或者是可以影响到的 全部都要等于是反 反罢函 那所以这一次 等于是挡不住 因为我们那些都开四十多年 那边都是文教区 公教区 希望抠拳 这个事情是 希望是假的 我们在 因为他已经中风了 对 他行动不变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纵使他的作风不欣赏 我觉得政治 算计有数有贏 不用可以再抠拢 没有什么价值 比生命的价值更高 所以我刚刚这个要查证一下 那今天韩国瑜的检讨 和江启臣的检讨 其实让我蛮失望的 就是说他们检讨的是民众 民粹 赫着自己的团队 我是 至少到今年的二月二十号 韩国瑜的团队还有五个一级主管 还没有人 所以郭敏东一骗了 好像在怪高雄市民 然后不检讨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罢免案的教训 还没有结束 是 方老师要不要補充 有这么高的票数 九十四万票 四个字形容 就是高雄市民对韩国瑜恨之入骨 恨到已经没办法形容了 很少看到罢免票还高过他的投票 这就表示高雄市民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我不需要讲就是说 因为韩国瑜二零一八只拿到八十九万票 对 八十九万 现在是九十四万票 因为我们知道罢免票 除非是我真的是对你这个人非常讨厌 否则我不会出来投 那个动力不够嘛 就像黄国昌一样 黄国昌通常当时罢免票是没过 为什么 因为大家虽然我讨厌你 可是我懒得出来 更何况有这么多人是从台北北漂 接年轻人 他本来要打工的 他可能一天损失好几千块 然后他还要花高铁票来回两千 他一来一往 他要花五千块 马上再赶上来 他妈妈生日他可能还不见得回来 母亲节还不见得回来 未来回来投这一票 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是韩粉 他还要偷偷摸摸的 晚上不敢回家 可能睡到朋友家 然后第二天去投票 不让爸妈知道 对 这种恨已经到了 高雄年轻人在北漂族 他形成了一个共振效果 就每个学校互相共振 那韩国一说 他一百三十万不投票 表示这个 他是我的支持 我觉得我刚才开始讲 他那个盖牌 这两个 反正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投去投的人害怕 因为我们韩粉不投 去的人就是支持罢韩的 如果你是公务人员 你小心 你就被贴金标记 到时候我如果韩国瑜 我没被罢掉 你们等着我秋后算账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一百三十万都是我的支持者 你看我还是兵强马壮 可是我不需要讲 这是不合逻辑的 为什么 全高雄市有两百三十万的 有投票资格的人 我们以八成的投票率 很高了 以八成来算 也只有一百八十四万的票 扣掉九十三万的罢韩票 顶多九十一万 所以你韩粉 你的支持者 也没有所谓的一百三十 顶多九十一万 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要讲这些东西呢 他就是我认为他对他的政治之路 他并没有放弃 他还有他的期许 他有未来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他可能会去选国民党党主席 第二个 那要选国民党党主席最差的 就是江几岑 那我觉得国民党麻烦是 韩国瑜他现在 他夹他的韩粉 他韩粉非常凝聚的 不过因为抛弃他 这在台湾政台上是很少的 他的黏着性非常高 所以他只要掌握这些韩粉 你国民党你没有成粉 你也没有棋粉 你一个是太松散的 所以国民党如果不跟他切割 国民党被他绑在一起 还有我认为他会选 二零二二年的县市长选举 很有可能到桃园 你说谁 韩国瑜 选桃园市长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燕源呢 桃园的眷村很多 他如果我们会觉得很好笑 一个被高雄淘汰的一个人 竟然到桃园去选 我们桃园又不是垃圾回收场 但是他如果他在党内初选 他能够赢就可以了 如果他的韩粉不棄不离 加上我们知道民进党最厉害 就是接受民调 我支持韩国瑜 他民调会过 就像去年国民党的初选 韩国瑜为什么会赢 很多是民进党里面 水军啊 这样排的吧 所以他这样他出现的几率是很高 但是他不一定会当选 因为他整个桃园市民不可能接受 但是他要的是什么 保存他的政治能量 第二个募款 第三个借此机会 让他还是有一定的存在感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他今天讲了很多 他讲说百分之九十媒体 都是被民进党给买通了 这个东西对我们寒天电视台 非常不公平 因为寒天电视台不可能被他买走 寒天时报不可能被他买走 难道寒天电视台跟寒天时报 收视率只有百分之十吗 百分之九十都被买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那TBS呢 TBS也算只百分之十 还要去跟韩天电视台分 网路百分之一百都被买通 网路是无穷尽的大 这种指控他已经指控很久了 讲国家机器 我到今天问说国家机器是什么 还在讲高铁的优惠票 我觉得他在拿这种 不是事实的东西来指控 其实同一套手法 他在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是用这样子同一套逻辑 然后现在被罢免了 仍然是同一套逻辑 他是那个被迫害 被政治斗争 被打压的那个人 按照他的逻辑 一百三十万人都支持他 你当初就应该呼吁 支持你的人出来投票 我们正面对决 压死你九十三万 我管你有多少 我有一百三十万 我怕什么 我怕个屁 那所以我一定赢 我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就是在东怪西怪 就是你没有东西可以怪了 然后你完全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说今天高雄人能够有九十三万 单一选举这么高的投票率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立委补选 那个时候的投票率是二十七到三十四之间 因为有好几个县市 单一选举那个政党惊到最高 也不过就是那样子的投票率 就说你这一次能够创造四十二点多的投票率 问题在你自己 然后还要怪这个 怪那个每个人通通都错 只有我没有错 他今天晚上在脸书上 po了一大长篇上千字的稿子 那个其实就跟他的谈话一样 就是心有不甘 真正的胜负输赢 在选举落幕以后才开始 我觉得都是伏笔 而且他在四围大楼讲话的时候 其实旁边韩粉们不断地 跟他加油打气 跟他叫嚣鼓舞 其实那些都是他未来 会不会去抢江启臣的位置 以及他接下来的 会不会提法律诉讼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我认为江启臣 今天的谈话也顺着韩国瑜的方向走 逻辑是一致的 都是民进党的错 民进党的罢韩国家 对实在太可恶了 都一直在欺负我们国民党 他完全不敢逃离韩国瑜 设定好的框架路线 因为他知道韩国瑜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强大的韩粉 所以江启臣你完蛋了 你迟早被韩国瑜吃光 我看韩国瑜 其实我是觉得 他不是叫嚣 最后看出来 第一点就是不敢去議会接受 咨询 你怎么不敢接受 条件 没有关系 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打 不能打你就交给局处首长 你跟他说我做年外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了解 展现一种这个谦卑 没有人认为你每个人都罵 我说实话 大家都是民理的人嘛 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 既然要跟你罵面 你感觉你做得很好 你就叫大家出来说 这样倒反百名 你今天说一百三十万票 你九十四万票 你如果这样就过关了 所以不是叫嚣 才会说这种话 出一支嘴而已 出一支嘴而已 未来我认为他也没有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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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范老师说了 你看他今天讲 他还义正言识说 陆平灯亮水购金是全国绩效第一 外语教学是全国最优 我不晓得他这个第一最优 他的数据何来 但是你看看出来 他并不退让 不过我觉得韩国瑜今天 好了 晚上开喝了 把你床底下的高粱拿出来 所以他今天干嘛 他把他约了团队要吃饭 他把他cancel掉 他说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了 他没头没背 那高雄这个消息看起来是确实 但原因不明 跟大家报告 最新的消息 韩国瑜今天确定遭到罢免 晚间惊传 挺韩国瑜的国民党市议会议长许昆源 从住处最柔身亡 那么许昆源在晚上八点四十分 在脸书上留下最后的一句话 叫这一次谁会是赢家呢 那么刚刚这个新闻已经被证实了 已经被证 因为这个是ET的对新闻云写的 刚刚讲是苹果日报 这样 那么这个 所以我觉得说 基本上就不需要改牌 我意思是说你就是正面赢站 他现在是在盛田大楼 那一开始到底是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么刚刚经传高雄市议会的议长许昆源 这个有苹果日报写他跳楼身亡 那么其他的媒体有人写他坠楼身亡 那么这个赵委员他的阻力就是在现场 现在你了解 情形是怎样 因为我们刚好同一个选区 那我们其实住的也近 然后所以就那个我助理就赶快到现场了解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好像证实说确实是许议长 然后那也身亡 所以他的大体也已经送那个就是殡仪馆处理 大体已经送去殡仪馆 对 所以所有的细节都不了解 那也不变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觉得很遗憾 这样子虽然不同政党 但是我想他就是很遗憾 那这样算不 他的脸书在八点四十分 留下最后一句话 说这一次 这一次谁会是赢家吗 这算不算遗书 我完全没办法判断 因为这个情况 资讯完全的不确 就只确定他身亡 但不确定其他所有的细节 那心里只是感到很遗憾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那请教范老师 这样子看到今天这样的突发的状况 韩粉会不会内心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韩粉他本来就是一种有宗教 宗教狂热的特质在里面 所以他的黏著性非常强 那我觉得他们看到许昆源 许昆源等于算是超级大韩粉 他们这个集团体里面的领导者 我觉得会引发他们内部的一个 一个就是悲愤 各加悲愤 然后更加批评这一次的这个罢韩行动 还有这个投票 然后我觉得我大概不希望 因为有些人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太 怎么怎么讲这个太大的冲击了 那会不会有样学样 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 因为我觉得政治说实在 我们还是希望一切能够平和 而且生命是宝贵的 也不要有这种意外发生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希望也不要造成社会的冲突 因为我觉得有些韩粉 可能会觉得义愤填膺 会采取一个比较激烈的行为 你看今天那个国民党 中央党部已经有巨马了 对 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愤怒 无处宣泄 那可能会有些比较不理性的行为 那我们在那边 我认为韩国瑜这个时候要出来 要要第一个要去看许昆源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直力挺你 不管他以前在 在私议会的一些行为 我们都不能够接受 但他终究是你一个非常好的 你在旁边支持着你 你于情于理都应该去看 第二个要出来呼吁韩粉 克制冷静 不要有过激行为 然后要尊重 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做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 他应该要赶快出来 我们也不 我们我觉得这个其实罢免就罢免完了 那大家也不要有持续那个对抗跟对立 但是我认为韩国瑜 或者一些支持韩国瑜的媒体 明天一定会说 这个许昆源是被逼死的 或者他可能是被罢韩 这个造成的 就像许昆源讲 他说谁是赢家 这个没有什么赢家 这只是因为你韩国瑜的作为高雄市民不满意 那我觉得韩国瑜今天很可惜的是 他在整个的讲话里面没有谈到 他为什么要离开高雄市民去选总统 他一句话没有谈 也没有检讨他自己 那我觉得这就是让大家 这次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罢的原因 那与其去在那边互相颇份什么的 我觉得结束就结束了 我觉得民进党也不要认为 这九十三万票是支持你的 这只是因为高雄市民对韩国瑜的不满 不要以为民进党 我这个好像是大获全胜了 只有你有这个结果 明天重新开始 因为大家要看的是 未来民进党 如果你有推派补选的话 你的市长能够帮高雄 带来什么样的愿景 这是大家要看的 是 那个川耀兄 基本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地方或一个议会的议长 出了意外都是大事 所以此时此刻真的是大事 而大事里面第一个前提 不要妄加议策 不管是任何的方向 都不要妄加议策 这件事情 竟然已经开始处理了 我们就等着相关的单位 把清楚的答案出来 所以所有的人员 不管是正面的支持的反对的 都不要妄加议策 而这不要妄加议策里面 我们看到地方上的政治人物 包含韩国瑜 包含所有人都有责任 就要把所有的他的选民和支持者控制好 这是要特别呼吁的 就不准任何议策 然后另外一个国民党 因为其实许昀元的角色 和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罢免事件里面的立场 是非常明确的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国民党方面 你有一些人物已经到了地方了 都要去协助让那些党员或一些支持韩国瑜的人 稳定他们的情绪 所以才包含韩国瑜 但是当然因为韩国瑜已经被罢免了 他有没有这样 但是你那三个副市长 你刚刚今天出来的这些 你们自称是一流的团队 都要负起责任 任何的议策都不应该 但是任何的一个完全的甩锅 或完全的不在 或这更不应该 是 好 这个三例在高雄的记者周凯 那现在正在这个了解状况 我们现在来连线这个周凯 周凯你好 喂 周凯在吗 好了 好了 主播问您掌握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我们目前掌握到 就是高雄市议长 国民党级的高雄市议长许坤源 是在今天晚上9点左右 是传出从住家墅楼身亡 而后来高雄市政府的警察局 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高雄市警察局呢是强调了 是许坤源是在今天晚上的 8点45分 是从住家的17楼跳楼 目前呢 提起要送往至九龙经营馆 而且呢 分局也在协助的处理当中 而其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都非常的意外 因为今天呢 就是罢免投票的结果 刚刚早早才出炉 而且呢 其实这次的结果 其实是以93万票 是韩国市长呢 是成功的被罢免掉了 但是呢 许坤源过去其实一直被外界认为 其实他都是过去一直很力挺韩国瑜市长的 所以对于这个结果 其实在今天结果刚出炉的时候 许坤源他其实也对外表示了 他说呢 他是对于这个结果是尊重 不过他也强调了 他是对于市民 失去一位认真改变高雄 还有努力让高雄更好的市长 他是感到的非常遗憾 可见呢 他这个说法呢 就看得出来 他其实心情是相当的低落的 只不过呢 现在呢 传出这样到底其实外界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今天晚上的8点40分的时候 许坤源其实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 分享了韩国瑜的贴文 而且许坤源也下了一个注决 他是说呢 这一次那谁会是赢家呢 没想到在这篇脸书po文之后 后面就传出了这项不幸的消息 所以呢 目前为止呢 现在警方还在进行调查当中 包括他是跳了之下 还是不小心坠落 这个部分呢 还有必要再次的厘清 如果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将随时的为您掌握 再请教你 警方用的词是坠楼还是跳楼 目前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公开的报告 他是提供给 说是在晚间8点45分 是住家跳楼身亡 他们的用词是这样 用词是跳楼 可是他中风了啊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 警方给媒体目前的公开的资讯 只有到这边 那后面的话 可能警方还要再进行后续的调查 是是 好 这个周凯非常谢谢你 我这边有警方的报告 他很简短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报告 本市议长许坤源于金瓜湖六日晚上八十四十五分 自住家地址我就略过了 跳楼身亡 预备送九龙殡仪馆本局林雅分局协助处理中 所以警察局用的字是用跳楼 而且刚才孔毅大哥说 以po文的最后一个时间是八点半 po文是八点四十 那这个是八点四十五 八点四十五 所以真的他po那个文的文字 大概就是最后一段文字 因为他隔没有几分钟就发生这个悲剧 所以我赞成创下讲 这是一个 那他脸书最后一句话叫 这一次谁会是赢家呢 因为你知道韩国瑜的脸书 一句话就是这一次谁会是赢家呢 然后这个许昆元席议长 写的最后一句话就这一次谁会是赢家呢 韩国瑜那句是发语词 后面继续写 许昆元这一句话是没有写完 他就是一个一句话在那里 你很难去判断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那心情我们也没办法意测 不过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当下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要安抚自己的支持者 不管蓝绿什么色彩的 所以韩市长可能要对韩粉做一些安抚动作 我真的建议这样子 因为政治选举的输赢 常常会有 一次输一次赢 胜败兵家常事 但是生命的价值比什么都大 所以许医长这是个悲剧 那因为许医长这个悲剧 会不会因为今晚上胜败 有很多人心情在波折当中 会不会去影响到有一些人 在心情上受到打击跟影响 这时候意见领袖安抚心情的责任 那是一个责任 不是你要做不做都可以 都有责任去安抚 所以我觉得包含元支 其实应该要跟高雄联络一下 元支兄你跟许医长有认识吗 部分局长有认识 你说许医长 许医长不认识 没有 不认识 你看到这个新闻 有没有很证据 我觉得当然非常难过 也非常震惊 那当然我们呼吁说 我相信今天晚上 有很多韓国人应该心情都不太好 因为毕竟这跟选举不太一样 选举两个人来比较 比赛 那如果输的话心情当然不好 那这一次是整个韓市长被罢免掉 罢免掉意思说他本来坐在那边 然后有些人把他动员 然后出来投票把他拉下来 这种心情其实是不太一样 我相信说可能很多人是 真的不能够接受 那但我知道也有很多韓粉 其实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多半预估说这个罢免会过 包括对 包括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 大家想说 所以要罢免他人非常多 可是台湾人有时候会到最后一刻 会不会因为忽然想说算了 算了算了 就就心软了 对对对 所以还想说可能还有没有机会说 不会通过这样子 但没想到今天可能就是93万票 那大家看到这个一定是会遇到 很大的打击 那也有一些人的主张是说 那就让韓市长休息一下 毕竟他也累很久了 从2018年到2019 2020 然后每一关都是很大的关卡 而且他他每天都在阳光 媒体的那个美光灯下面 接受高强度的检验 那所以刚刚大家 就是刚刚有讨论到韓国瑜下一步 其实我是觉得说 像韓国瑜心情不好 我觉得韓国瑜的压力跟心情 应该也非常不好 不如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他可以好好的散散心 就先澄浅一下 好 那么韓市长的下一步 到底会是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提起诉讼 就是这一次的罢免提起无效之诉 那如果是提起的话 要看这个 第一个 就如果他胜 这个胜诉 他可以继续当市长 负职 那如果他是败诉 也可以拖很久的时间 那么如果拖到任期 这一届市长任期不到两年了 那就不用补选了 那不用补选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这个政局的发展 那可是他到底会不会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